兩彈一星 是新中國立國初期科學技術發展的標誌性成就 負責研發兩彈一星背後有很多無名英雄 最有名的是23位元分科學家 但其中一位在大業未成之際 就不幸以身許國,壯烈犧牲 遇上空難,到了生命危急關頭 仍然拼命保護機密資料 她就是郭永懷 在中國頂尖軍事科學家當中 大家比較熟悉的一定是前學森、孫家棟和淤敏等等 郭永懷這個名字聽起來很陌生 但她,她是唯一一位掀獠過兩彈一星三個項目的科學家 在空氣動力學領域達到世界級成就的郭永懷 1956年放棄了美國的所有 甚至不惜銷毀美國十年的研究心血 接受師兄前學森的邀請 回來中國,參與軍事科學技術建設 回來之後的郭永懷,深深體會到國家當時的條件非常艱辛 加上前蘇聯的專家在1959年都撤走 令兩彈工程一度陷入困境 但郭永懷和團隊沒有放棄 反而更積極投入原子彈的研究工作 直到1963年,國家將原子彈的研發隊伍 搬到青海新起的核武器研製基地 希望加快研究進度 面對3,800米高原地區產生的缺氧反應 零下40度的嚴寒天氣 郭永懷一句怨言都沒有 甚至為了盡快完成任務 每日工作十多小時 在郭永懷和其他科學家的努力之下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 在1964年10月16日試爆成功 中國也成為全球第五個擁有核武的國家 奠定了大國的地位 其後,因為郭永懷的力學研究背景 他也參與了導彈和衛星的研發工作 直到1968年 當時中國研發導彈熱核武器已經進入關鍵階段 郭永懷在實驗時 發現一組關鍵數據 需要連夜趕回北京 雖然當時總理周恩來曾祝福過 由於當時中國的飛行安全系統不夠完善 要掌握國家科技命脈的科學家 盡量不要搭夜班飛機 但由於事態緊急 郭永懷沒有理到安危 最終踏上了回北京的航班 不幸的是 郭永懷乘搭的飛機 在第二天凌晨抵達北京機場時 由於很大霧 降落的過程偏離跑道 失去控制 郭永懷在危急關頭 一手抱起公文包 幾秒鐘後 飛機墜毀 機上13個人遇難 當急救人員到達現場時 很快找到郭永懷的遺體 令人感慨的是 郭永懷和景衛緊緊抱在一起 當急救員把他們燒焦的遺體分開之後 竟然發現了完好無缺的公文包 裡面正正是郭永懷拼命保護的機密數據 就在他遇難的22日之後 中國第一顆熱核彈試驗成功 郭永懷雖然見證不到歷史時刻 但他的精神卻長存在歷史場合當中